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凱宇 凱宇今天要跟大家談 公開阿格西自傳這本書 這本書是木馬文化出版 我本身在大學時代是念體育系 文化大學體育系的 所以呢 在我念大學的時候 阿格西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網球選手 這位網球選手還很特別 他特別的地方在於他的叛逆 從裡到外 從他的新聞 各方面的一個事件 但是我還記得 當我從大學讀的過程 我在念大學的過程 了解到他這個人之後 隨著我畢業 一路在看著他的一個生涯發展 我發現他 有很大很大的改變 他從一個很叛逆的網球選手 變成是一個很專心在球場上的人 然後他從一個 讓人家覺得 俗稱的 因為人很喜歡 把 我們投射的競爭對象 比如說像網球是一種競爭 比如說更明顯的就是我們看摔角 一定有正派跟反派角色的一個差別 我們可以看到阿格西生涯當中 他前半段有大半路的時間 被當成是一個反派的角色 但是等我從學校畢業 一路看他一直到他2006年退休 他的後半段的生涯卻是 很多人的楷模典範 甚至於他做很多很多的奉獻 這麼樣的一個傳奇的人物 姑且不去談他在網球生涯 裡面的豐功偉業 他的人生故事 能帶給我們什麼樣的一個啟發 我不知道大家會用什麼樣的預期 看待這本書 你會覺得他就是一個 運動員的勵志故事 這麼的簡單 還是還有一些更深刻的東西 但是我自己看完之後 我相信他很值得讀 而且他很好讀 是一個很棒很棒的故事 今天呢 邀請到木馬文化的編輯 希琳來跟我們一起談一談這本書 希琳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很榮幸能夠有這個機會 跟一個體育的專家 來聊聊這本 非常精彩的一個 精彩球員的一個人生故事 體育專家不敢講啦 因為我 大學體育系念畢業之後 等我念研究所的時候 是改旋益 去念心理學 完全是跨領域的部分 那今天主角不是我 重點不是我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呢 我剛剛做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開場跟介紹 那阿格西是我個人 非常喜愛的一個選手 尤其是什麼呢 尤其是我覺得他的轉變 是很多 我覺得給很多人希望 尤其是 那種 不是這麼樣的被社會接受 內心不是這麼樣的有信心 甚至於需要用一些 外在的這個叛逆的行為 或者是標新利益 來證明自己存在 的人 我覺得一個很大很大的力量 他的故事其實讓我看見就是說 一個人 你可以不用靠那些 你就是你 你不用是誰 而你還可以做很多的貢獻跟付出 這麼棒的一個故事 以我對阿格西的了解 他的故事當然都是真實的 可是問題是 開玩笑 這本阿格西之傳 是 那麼的厚一本 三十億萬字 是的 破五百頁 對 那麼厚一本 這真的是他寫的嗎 嗯 這個問題喔 就是說阿格西之傳到底是不是他寫的 最直接答案就是 不是他的筆 這不是他動手 總有動手寫的 是 好接下來我們這個問題我們要從兩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看到這書裡面的內容 你看到一幅一幅像閃電一般深刻的記憶 這種記憶 這種印象 這麼精彩的故事 除非他自己經歷過 否則別人沒有辦法寫得出來的 確實 對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接下來你去看他這個文字的風格 你看他是 這個就是一個場景接到另外一個場景 他的高潮起伏的安排 你去看他整本作品所透露出的那種 幾乎像是小孩子成長的故事的這樣一個安排 這個不會是阿格西寫的 所以我們就說從這兩個角度來看 我們已經知道答案了 這本書不是他寫的 我們第一個知道說這裡面的東西 除了阿格西 其他人不知道的 第二個我們看他 他那個風格筆法是不是阿格西 阿格西不要忘記了 他讀到國中二年級 他就沒有讀錯了 他錯學了 對 所以就說好 那接下來我們的答案 我們答案知道這不是他寫的 那是誰 誰的筆能夠這麼漂亮 這個是第一點 對 第二點說 阿格西跟這一個作家 他們之間 是不是有足夠的聯繫 使這個作家可以透過阿格西的眼睛 去看阿格西這一輩子的這個故事 然後寫得這麼精精采采采的 放在我們眼前 他連聲音 連味道 連那種 就是說 杜婦吃東西 連那種感覺 都在在這個書裡面寫了 寫了這麼什麼什麼的 OK 直接講答案 這本書的那個 就是說那個 做刀的作家 叫做莫林格 莫林格 那他是美國一個很有名的 他出過一本書在台灣也有出版 叫做溫柔酒吧 溫柔酒吧就是講莫林格他自己的故事 他從小就爸爸不在了 好 那他從小就是怎麼樣 一個小 小男生 在一群圍繞著另外去比他年紀大的人 他怎麼樣就一路成長 後來讀了耶魯大學 後來出來變成 就是說 洛杉磯時報 記者 他自己一個成長的故事 好 所以我們如果從溫柔酒吧這個風格去想的話 我們就大概可以領悅得到 阿格西這本自傳叫公開 公開這整個風格裡面也帶有高度的成長的那個味道 你看他那種同年的那種同志的那種快樂 阿格西一開始是先認識了一個 就是說他先得罪了一個當地的一個年紀比他大的一個青少年 那個青少年叫派里就放話說 阿格西小犀牛見到你我就狂就要狂點你 見一次白一次 對見一次白一次 在整個他們的社區裡面那個這個話就傳開了 小小年紀阿格西他怎麼樣應用一點機制去化解這個危機 兩個人怎麼樣變成好朋友 然後一路到後來就一輩子的朋友 當然就是前幾年他們倆拆夥了 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所以你看就是這種他有一個非常強烈的一個成長風格 所以就這本書他精彩的部分 事實上就是說有部分是在這裡 他的那種成長的故事 然後還有他有很多內心系 輸求、贏求、結婚、離婚、高潮、低潮、沮喪、快樂 這種就是說內心系的部分處理得非常好 那我們相信當然就是阿格西他本身是一個非常細膩的人 阿格西是非常欣賞Moringer的作品 所以兩個人在就這本書在進行 就是說討論的時候 創作的部分是有非常詳細的 就非常緊密的聯繫 其實如果就以單純的閱讀經驗上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眼睛裡面看到的是子彈腦海浮出的是畫面 是情緒 是氣味 是感覺 這個是 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 以我自己對於運動選手的了解 我倒不是說貶義運動選手就不應該有一隻好的B 而是說在他們生涯當中我們不可否認的是 他有大半部的時間 甚至於80%到90%的時間 是可能沒有辦法跟文字這麼親近的 但他卻能夠 甚至於我看的是中文版 透過再一首的翻譯都能夠看到那種感覺 我更 相信如果直接看英文版的話 他的那個感受性更直接 這是純意就閱讀論閱讀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如同你說的 他裡面的事件 他裡面的感受 他的成分 他覺得是真實的 而且是阿格西的真實 只是透過這位莫寧格 他的一個筆 把它呈現出來 其實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點是說 他對於 他自己內心的那種描述 其實非常的深邃 有時候我們去看他的情緒 他前面打了五六場 過關展一樣都贏了 感覺到這個世界通通在他的手上 明天要面對決賽 明天的對手他也知道了 舉例來講 比方說是山普達斯 他有這個雄心狀 在說我明天要讓他從左邊跑到右邊 從東岸跑到西岸 從前面跑到後面 我要累了他死 我要讓他抽筋中還有抽筋 哇 你看這幾個字好恐怖 我要打到讓他腦袋起水泡 對 我要打到他腦袋去 那種運動員那種求勝 有沒有 當我們比方說在 人類很殘酷的戰爭中 在這種運動的競技場上 我們如果沒有這種求勝 或是消滅對方的這種野心 沒有這種殘酷的性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獲勝的 可是到了第二天到了賽場上 突然之間一切都不合他的意 東邊跑到西邊 前面跑到後面 他發現一切都不合他意的時候 到最後他輸了 從那麼大的希望 到這麼巨大的幻面 中間的那種差距 然後他知道說 有的時候他打贏了 得到冠軍的時候 他反而比較能夠認同 比較能夠感同身受去體會 第二名的那個 的心情 第二名是無人紀念的 第一個單人飛躍大西洋的人是林白 第二個人是誰 不知道 第二永遠是大家不知道 所以對於他們所選擇 運動員職業運動員選擇這種 刀口填血的日子 你永遠只有第一名 你如果第二名的話 那你這整個生涯都白費了 這是非常殘酷的一種視野選擇 其實我覺得 不僅是 對運動員 我只要讓我們的聽眾 你回想一下 你不管是 任何 應該說尤其是運動 競技運動類的 你只要跟你的對手 可能在桌球桌上 網球場上 甚至於像一些技技 健到 跆拳 威棄 下棋 下棋 有時候 如果你有類似的經驗的話 尤其你有 這種所謂的落敗的經驗的話 如果你去細細的品味那個過程 有時候落敗並不是說 你從一開始 做錯到最後 有時候是你90%的時間都做對事 但是就是最後 可能到了97% 98% 99% 到最後那個部分 你就是沒辦法拿下最後一分 那你為什麼沒辦法拿下最後一分 表面上可能說什麼體力啊 技術啊等等 但是事實上呢 心理上我相信大家都有那樣的經驗 你在哪一刻你懷疑了自己 我看到阿格西在他的生涯當中 有好多場重要的比賽 甚至於他的生涯過程當中 我覺得他尤其前半部的職業生涯 他受到這個折磨非常的大 那導致於就是說 他可能會有一些 很特別的行為 可能是他的叛逆等等 這部分可不可以請西林幫我們聊一下 其實我想凱宇你講得非常好 阿格西這本自傳好看的地方在這裡 不管我是不是一個運動員 不管我是不是會打網球 阿格西的人生遭遇其實是跟我是非常相近的 這個我其實指的是 普天之下千千萬萬每一個人 舉例來講每一個人都會有挫敗的經驗 我考試不好那也算了 比方說我今天去工作面試好了 我覺得一切都很順啊 一早上起來就陽光普照 今天是我的日子 我看到那個面是我的人 我知道我跟他非常對 非常對盤 他講的每一句話 我都答得非常流利 他甚至出口讚美了我說 你這講得很好 面試結束之後 我覺得今天實在是我的日子 這個工作我一定得到 兩天之後 帕的一生我沒有得到 這樣的一個落差 期望跟落差 每一個人都很難調適 身為大人很困難 我們把這個時間往前推一點 阿格西 他是一個小孩子 當他從小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 七歲八歲 就要開始面對 每一天 每一天通通是要面對 勝或敗 這非常非常痛苦 在這本書裡面 阿格西的之傳公開裡面 他講到他人 他記得他人生第一場挫敗 打網球第一場失敗 是跟誰 對手是一個叫塔蘭哥的人 這塔蘭哥 他是用作弊 贏阿格西 被搞掉了 對被搞掉 被對手搞掉 被對手搞掉 明明是戒戒妹 那個人 偏論說是戒外 好 阿格西就被搞 搞掉 小小年紀 阿格西 他以後長大 每一次在網球場上 碰到塔蘭哥 他心裡就想說 我幹你的塔蘭哥 我一定是想到那種挫敗 好 所以一個小孩子 特別是他後來進入青少年 每一天這樣的挫敗 他是承受不起的 超過他能承受 這是第一點 不要忘了 外面有多少個掌聲跟評價 當我們 面對掌聲跟批評的時候 大人都很難了 更不要講一個十幾歲的一個小孩子 所以這裡面他出現了這些叛逆 他講說 那我覺得寫得很好玩 他把那種非常強的那種煙草 抓成像一坨像李 李子那麼大小 泡在很烈 就是烈等的烈 泡在很烈等的酒裡面 每次要出場間就拿一坨在嘴嘴巴裡面咬 哇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青少年的那種 image 他有一個教練叫尼克 他非常討厭這個教練 後來兩個人當然是拆火 這教練非常刻薄 可是教練在這一點實際上是看的是對的 他說阿克希 你這家伙面對世界的態度這麼屌 是因為你根本不曉得 你該怎麼樣面對這些 外面的褒貶 外面的這一些 捧你的 外面這些 唾棄你的 寫文章罵你的 笑你的人 你看他在往球上打球 你看台上的人就嘲笑他 笑他的穿着 笑他的球技 什麼之類的 說他是個冒牌貨 對 說他是個假貨 說他是個冒牌貨 跟他的對手打球 比方說他裡面結了長大 我覺得非常好玩 康諾斯 對不對 康諾斯 你看就說順便台上的人 跟台上的觀眾 跟康諾斯兩個人 連成一氣 來嘲笑阿克希 這個另外一個對手 他面對是這樣子的人生 所以他的這種反叛其實是 就是說我想大家都應該可以理解會出現這樣 因為他不曉得該怎麼辦 結果我覺得叛逆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保護色 在於他這個可能很脆弱或很迷惘的內心當中 他必須要用叛逆的外衣 讓他看起來自己是堅強的 讓他看起來比較不那麼的脆弱 讓他看起來可以無視或者是抵禦外面的這些 不管是戰慾也好還是毀謗也好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 我覺得我看到他在人生當中的這些關鍵 應該說我看到他在人生當中的這些遭遇 讓他慢慢的體會到一件事情 這個加法對他來說 我把叛逆比喻成加法 就是他不斷在身上加東西 可能今天換髮型 然後明天穿牛仔褲去打球 他一直到什麼呢 一直到我記得我看到他219也有一段話 他這麼說的 他說在他贏了大滿冠之後 他說我自己不覺得布敦改變了我 因為他拿到冠軍 事實上我覺得我好像只是發現了一個骯髒的小祕密 勝利不會帶來任何改變 現在終於贏了一個大滿冠 我有機會窒息地球上很少人知道的事情 那就是贏球的美好感覺 不像輸球的痛苦那麼樣的強烈 而贏球的甜美也不像輸球的苦涩那麼持久 我覺得他其實已經慢慢的在這個過程當中 看到了一件事情 就加法已經沒有用了 我就算再拿一個冠軍 再拿一個冠軍 再拿一個冠軍 那又如何 我如果不去面對自己內心深處的那種恐懼 那種缺乏 或者是那種想要父親的愛而沒有得到 我覺得他一直是活在一種 他在討愛你知道嗎 尤其討他內心投射或真實父親的那個愛 那導致他有這個行為 所以我覺得當他開始漸漸的體會到 拿到他一直認為很重要的冠軍了 結果他事實上發現好像不是那麼回事 那人有時候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可能有一種人會選擇放棄自暴自棄 那有一種人會選擇另外一條 就是加法沒有用 那我剪法試試看 可是我看到阿格西都有 他生涯當中有一段時間非常非常的低潮 世界排名掉到100名之外 140多 對 那個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部分 然後從那個 從第一名掉到140多 這個代表生涯的結束 這個人已經完了 對 然後再從這種我們所謂的周邊衛星賽開始打 再重新打回這種大賽 這個部分真的是讓我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覺 為什麼我希望我們聽眾有機會不要錯過這本書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這裡 也就是說它不是這麼的樣板劇就是說 好像我們怎麼面對挫折等等 反而其實阿格西他一直跟你透露的 不是他的堅強 是他的脆弱 這個是讓我除了看見這個作家的筆有夠厲害 阿格西的坦承之外 我覺得讀不是看別人的故事與我何干 不是的 它可以映照到我們內心的很多部分 對 其實當我真的去願意面對 那個最脆弱的部分的時候 它往往就是我開始變堅強 或者是內在搭搭實實踏踏實實的堅強的開始 是 其實阿格西的自傳 他的書名就叫做公開 OPEN 這四個英文字母 四個英文字母擺在這邊實在是太棒了 第一個 你看 他這麼樣的坦承地去面對他自己內心的那些脆弱 我們剛剛講說你看 好像他整本書名都在講說他被人家打敗 對不對 對 一下子誰打敗他一些人 好像奇怪這個人怎麼這麼倒霉 一天到晚都在輸球 我們去看統計數字 阿格西打了大概二三十年網球 職業生涯他超過一千場 勝場是超過八百六 大概八百六 這是很驚人的戰績 這是很驚人的戰績 可是為什麼他記得的都是他被打敗的那幾場 都是那幾個關鍵的那幾場 最可見就是像你剛剛念的那一段 銀球的甜美 他沒有辦法像訴求的痛苦那樣持續這麼久 訴求的痛苦是可以持續很久的 銀球的甜美過了一下就沒了 阿格西是史上第一個拿到所謂金滿冠 對不對 奧運金牌加上四大滿冠 對 史上第一個打到這個階段 不要忘記 他才199697跟布魯克學的結婚之後 從世界排名第一 一下就掉到世界排名140級以外 這個世界排名是天天在變 我們說盧彥勳打一場溫步蹲之後 哇立刻世界排名往前面推 萬一一下有一兩個月沒有出賽 世界排名又往後退 那是一個很殘酷的一個變換 你只能不斷的打不斷的打 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一種事業 阿格西他又在未來 他又在一兩年當中一年多了 又從世界140級重新打回第一名 哪一個是真的 哪一個是假的 他在140級他就要打回第一名的那種過程 他告訴自己說 我這一輩子我不曉得我要幹嘛 對不對 網球不是我選的 是他爸爸幫他選的 對不對 我現在終於知道我要幹嘛 就是我要達到這個世界第一 我要拿到金滿罐 真的達到的時候 他又迷惘了 他又徬徨了 這就是我要的人生嗎 嗯哼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人生當中 都會有這樣的迷惘 這就是我要的東西嗎 我們大部分的人 設立了目標之後 都是在苦苦追趕的狀態之下 少數人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然後回過頭來反省說 這就是我要的嗎 所以等於說這本書 其實它是我們人生道路上的一盞明燈 像是一盞燈一樣 我們看到阿格西 他的生活一輩子 很多的事情都壓縮在那二十年當中發生 對 對不對 這麼二十年他短短經歷的可能是 這麼二十年他可能經歷的是其他人 好長一輩子才經歷過的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 他其實是一個精華版濃縮版 壓縮版的一個人生質疑 我們看到這一個人他怎麼樣面對失敗 他怎麼樣面對挫折 當他集所有的榮耀光環於一生的時候 他真的有這麼快樂嗎 對不對 我們特別 其實我很喜歡看到一段 他跟布魯克寫的是吵架 好了夫妻吵架 那他就開著他的車子就要出去 他的那輛車是那種凱吉拉克那種老原車 1972年的車 他坐在車上他就想說 我這個人跟這輛車的對比是這麼不同 我年紀很輕 可是我的里程數我消耗的非常多 我心裡是一個非常老的人 這輛車這麼老 可是他里程數非常低 簡直像是新車一樣 你看人跟物的這個對比 來 就說 就說他一方面是 就說這個作假真的好 非常會寫了 但是我們你想想看 就說阿克西他的敏感 他的敏銳 他能夠把這個講出來 他能夠發現說 其實你看 就說用這樣的比喻 這樣的方式來描述他的現狀 其實使得這本 他的自傳公開是非常的迷人 非常的 很多個小故事串聯起來 然後我們讀的時候 其實是 不會覺得累的 我們說大概500多頁 可是裡面是非常多好玩 很有趣的故事 我記得我自己在讀他的時候 他真的是還蠻吸引我的 因為我必須要常常做書籍的訪談 所以我手邊常常有時候 會有非常多本書同時在 在閱讀進行當中 但是呢他 這本公開 他就是好 我應該怎麼形容呢 就是 不管我的狀態如何 他始終就會在我 最快救手的範圍之內 也就是說假設我準備了某本書 準備了有點累了 我可能下一個動作 你說你已經讀累了 你下個動作就休息吧 別再讀了 但對我來說 我再把這本抓起來 再把公開抓起來 反而是一種休息 為什麼呢 因為 他裡面談的東西是這麼的 真切 然後用的文字是這麼的 容易理解 更重要一點是其實 我一直不太希望說好像是 我因為大學念體育 所以我能夠引起共鳴 我反而比較認為是一種 他說中了一些 每個人只要你曾經對於目標 或者對於我是誰 這個問題 有所質疑 或者有所思索的 他用這麼樣一個看似 好像沒有任何哲學性的網球故事 但談了一個這麼有哲學性的東西 他把人生當中的瘋 古 成 敗 到底 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不好的 叛逆的背後是什麼 而順從的背後又是什麼 阿格西用兩個字 叫矛盾 他把這種矛盾 凸顯出來 而他的凸顯 他不是說 不是說好像用那種很哲學性的東西 讓每個人看得一個頭兩個大 他反而就是用阿格西這個人 這個你所認識的偉大的網球選手 他的親身經歷 讓你知道 是 生命就是這些的組合 生命不是這些東西的提煉 或者是抽換某個東西才叫做生命 而是他的家總 你必須接受他 就如同我看到他後面 其實給他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他從一個很緊張的一個青少年 緊張的網球選手 你看他每一次輸 我覺得都不是輸在技術 都輸在他自己的信念 他開始是我懷疑的 當他放開了之後 算了 我今天 我不管輸贏了 我就好好打一場球的時候 往往這種時候他贏了 所以你知道嗎 他過程當中有一個教練跟他說 你不用每一球打到完美 完美主義就是你的毛病 你根本不需要完美主義 你只需要打贏網子 對面那個人就好了 對 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這就是 人生的很多部分 我們之所以走不出來 或者是覺得 活得好像 冒牌貨 我相信很多人心中 不管你現在做什麼工作 你做的位置如何 有時候真的回頭看看自己 除非你是自我感覺超良好的人 不然結果有時候 你會覺得我值得這一切嗎 或者是等等的 不管在事業上關係上 都會有這種現象 可是他就是這麼樣的 很實際的告訴你 或者是這麼樣的親切的讓你知道 我走過這些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人生 這些的家總我們都必須去接受 而且我覺得最棒的是什麼呢 在他職業生涯的後期 他開始做一些貢獻跟付出 他成立了阿哥請求學校 讓他自己從一個 加法的人生 把叛逆加在身上 或者把頭銜加在身上 把世界第一加在身上 把什麼加在身上 他漸漸的變成是一種 減法的人生 那些重要嗎 還好 我只需要超越我自己 那些甚至於到最後 超越自己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 我怎麼奉獻 我怎麼付出 我覺得是他在生涯末期當中 他的一個很重要的信念跟力量 一直到現在 他包括出這本書 他包括做了很多的一個事情 他開始把自己 頭像除了自己以外的 更大的東西 更大的一個價值跟目標 這是我覺得 讓我很感動的地方 你知道嗎 因為似乎我看見的 不是只有企業家 或者不是只有那種 所謂俗稱書讀的很多 會很會掉書包的那種人 才會講 才會講 或者才會說的這種東西 而是體育 運動 本身就是一個身體的實踐 他不僅是內在 走過這個實踐的過程 他的生涯 職業生涯走過這個過程 他的什麼 他現在做的事情 也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是我自己看到 覺得很受激勵 而且不是那種很表潛的 其實我們想到 比方說我們想到阿格西 我們會去想說 他這個職業生涯累積的獎金 超過比方說四五千萬 這個史上排名第幾 我們把它想像成是一個大有錢人 對不對 出入是坐私人飛機的 但不要忘記 其實他是一個出生一個中下階層的一個 對 他爸爸是伊朗人 他是移民嘛 對 伊朗的移民 然後就說 所以阿格西他在從小的時候 他們家其實不是很有錢 所以他其實那個時候 他開始慢慢打碗球 他那個時候就想說以後我長大了 我如果變成somebody的時候 那我一定要想辦法對一些小孩子好 所以你看 就是說他很小的時候 他這種概念就在他的心裡 然後他現後來他果然長大了 他果然變成一個somebody OK 他現在開始漸漸的 就是說他成立叫阿格西 預備學校 就是專門讓那種思學的小孩子 能夠有一個地方去 所以我們其實看到就說 阿格西這樣的一個轉變 值得我們太高興了 是 這樣的一個轉變 其實也是我們每一個人所追求 就是說他找到他自己做得很快樂的事情 然後說我以前認識一個朋友 他也是每一天這樣 他不曉得他要做什麼 後來他開始開餐廳了 我們如果覺得他開餐廳你好可憐好辛苦 不他做得非常快樂 對不對 就是我們就說替他感到高興 替一個人感到高興 阿格西其實我認為他的人生是一個圓滿的人生 宗族很多波浪喜福 但他現在他做的是他喜愛的事情 他覺得驕傲他覺得快樂的事情 這是值得我們羨慕的 其實在他退休的那場比賽 就是他職業生涯最後一場比賽 他說 祭分板說我今天輸了 但祭分板沒說的是我在這裡得找到了什麼 過去的21年裡 我在這裡找到了忠誠 你們在球場上一直支持著我 在我的生命裡也一樣 我找到了鼓舞 就算在我最低潮的時候 你們還是不斷的激勵我成功 我也找到了慷慨 你們讓我站在你們的肩膀上 伸手去追尋我的夢想 那些夢想沒有你們我絕對碰不到 我會一直想著你們 還有對於你們的回憶一輩子都會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他離開了一個這麼重要的舞台 當然對於很多人如果內在的投射會覺得是一種感傷 可是我卻看不到感傷的味道 他反而是一種圓滿 圓熟 而且不是個結束 在一個內在富足的狀況之下 要迎接他下一個開始 對 他走完了這一趟很豐富的旅程 他很高興這一趟已經結束了 這一趟對他來講沒有白走 對 他剛剛講說 計分板上說我輸了 對不對 英文我們說lost and found 對不對 失誤照例 lost 我lose 我lost 我輸了 可是我在這個球場上 我找到了 對不對 我找到了一些人生非常深刻的體會 對 對 講到這邊呢 我想我們的這一段錄音也要到了一個尾聲 其實從阿格西的故事裡面 他不是很粗淺的只是告訴我們 告訴讀者說 一個人怎麼中冠軍 那個我覺得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怎麼去面對他的挫折 怎麼樣去面對我們所謂的心魔 我今天不管任何人在我們的世俗社會裡面 多麼的成功 多麼的成就 那個是外面外界所加諸的一個光影光環 可是內在可能很多人都有那種所謂的自我懷疑 很多深層的恐懼 而這個就是我們一輩子面對的功課 我相信我們看了阿格西的自傳 看到他怎麼去面對這些 從一個他必須要用很多東西保護自己的這種加法的人生態度 漸漸的活出一個他可以不用靠那些 他甚至於可以給予 現在這樣的一個圓滿的過程 他不再只是很單純的要我們去追求第一名 而反而是讓我們真真正正成為一個人 成為一個什麼能夠公開的人 這是我覺得這個故事帶給我們很大的一個 啟發的一個地方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希玲接受我的訪問 讓我們期待未來的內容 拜拜 謝謝 謝謝